来刚刚有讲啊 就是我们第一个啊 专业号左上角侧边栏 更多服务创作中心升级 专业号啊 大家如果说有那个 你现在手上有小红书的话 可以建议可以点开 如果说你在听课 你就有一个手机 建议结个图好不好啊 ok好来 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 这句话要看好啊 都可以申请企业号开店 但是呢 非专业账号 也就是如果不是我们的专业账号的话 我们只能够怎么样 我们只能够作为内容的分享 但是无法从事商业行为 如果说你从事商业行为行为的话 你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违规 违规啊 所以嗯 去去开去去申请 ok吗 然后呢 目前的小红书的体系呢 他开放开放了30%的平台流量 给到我们的专业号 鼓励录注的乡 乡家都去开通什么内容账号 所以目前我们去做内容号的时候 我们是会有一定的什么流量扶持 大家明白一个点啊 就是这里讲的流量扶持 小红 我这么说 小红书的流量扶持 是真的有啊 但是呢 抖音的流量扶持 是怎么样 它是以什么 抖家 券 的形式来呈现的 所以大家明白个这个点啊 就小红书的流量扶持 它是真的会给你流量扶持 但是抖音的流量扶持 那是平台 平台以券的形式给到你 就是也就是你一个视频啊 就是它抖音 其实正啊八经 它是没有所谓上真正的流量扶持的啊 抖音 其实它还是核心是靠什么 抖音 它是靠平台机制 但是小红书的话呢 人工运营 残运度会比较多 所以这是两个平台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吧 这一点大家 呃 理解一下 就了解一下就好了啊 所以趁现在小红书有流量扶持 要干什么啊 早点去做啊 OK 好 我们回归到核心的部分 核心的部分是什么 优质内容 这跟我们做抖音 或做其他的一些自媒体的一些平台 是一样的啊 看到没有 小红书在自建商业流量的闭环 那只有怎么样 我们的 优质内容不断的增长 那各位来优质内容不断的增长 这里需要什么 这里需要更多的什么 优质的什么 创作者 对吗 来那怎么样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优质的创作者呢 怎么样才能吸引到 钱 所以 为什么 抖音他想要让更多小的一些 为什么小红书想让一些小的一些IP 就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商业的一些行为链路的一些发生 他就希望每一个在我抖在我小红书这个平台上 去成长的一些商家都能够什么赚到钱 对不对 那只要有人赚到钱了就会怎么样 会进来更多的一些什么优质的创作者 来输出什么 输出更多的一些优质的内容 这样我的小红书整个平台才能怎么样 大大大大大扩大 对不对 电商生态才有发展的机会 所以流量倾斜优质内容是必然 我们在下一期课程当中 我们也会讲 就是什么叫做小红书所理解的优质内容 那我们该如何去做 如何去剖析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这是什么 了解彼此当中的 我们先认识平台的体系 对不对 大家对于小红书有个基础认知 回归一下重点 第一个维度 是吗 这些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我觉得维度是什么 第一个2020年8月上线小红书的视频号功能 开始扶持视频和直播业务 这个一定要记得 所以哪怕我们去做小红书 大家会发现什么 视频为核心 视频为核心 第二个小红书的什么 号电一体化 专业号该注册去注册掉 如果没有营业执照的话 抓紧时间去办掉啊 哎呦我不知道 哎呦我不知道台湾那边的营业执照 可不可以用了 可以用吗 泽西姐 你知道吗 台湾的营业执照不行 台湾的营业执照不行啊 对 但是但是那个呃 我的朋友们就是说 如果在因为呃可能大陆也有一些 企业就是台湾有在大陆的设置一些企业的朋友 是可以就是用大陆在大陆登记的公司来赶快把企业号开启 嗯对如果说那个专业号大家没有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啊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啊那我肯定是好用的啊干嘛淘宝上去呃第一个淘宝上他有代申请我们叫代申请 申请 营业执照这是第一个啊 啊就是我为什么要以思维导图的形式来给大家呈现课程 就是因为有一些哎点我觉得可以加我就会加进去在原本的课程上啊 就是淘宝上第一个去申请代呃呃代申请营业执照几百块钱好吧 啊几百块几百块好第二个还可以做一个什么啊也是去淘宝上 嗯去干什么营业执照 转让啊呃呃这个的话呢具体看营业执照的住他的这个钱这个金额是怎么来定的营业执照的注册时间啊 注册资金但是基本上我们如果呃虽然说我们名我们叫做营业执照的转让其实也就是买买一个营业执照 大家就可以这么理解啊就买一个营业执照呃这个钱的话呢基本上不会超过 我目前反正我碰到的因为我们之前也买过很蛮多的营业执照嘛好就跟大家说一下呃基本上买个营业执照金额你不会超过三千块钱最多好吧不会超不可能会超过三千块钱如果超过三千块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各位 啊商家在干什么你啊在干什么你啊如果说超过三千块钱啊三啊这里说的三千块钱是人民币啊啊人民币我写下啊啊啊就是而且如果说举个例子我们去买一些 就是注册时间就是比较近的比如说二零二二年的对吧那我估我个人估计啊可能几百块钱就够了几百块钱就够了就直接去就搞这个就好了呃就就这挺方便的一个事对吧OK好 我们继续啊所以那个营业执照这个问题的话就大家就这么去解决啊如果说自己在大陆有企业有朋友的话也可以直接让他们去呃用他们的用他们的营业执照或者说让他们 我们在一个人的呗用官司有钱吗